这是周星驰和歌神张雪又唯一一部合作的电影 就是因为这个交情在后面拍摄《破坏之王》时 导演都请不来 周星驰却能请来张雪又客串 相信很多观众没看过这部《咖喱辣椒》 但这段星爷在街道上边抽烟边吃盒饭的落魄镜头 大家应该都有印象 今天四舅就给大家回顾一下 星爷演艺生涯初期的这部经典作品 电影一开始 星爷与歌神试验一对警察拍档 咖喱和辣椒 但他们可不是那种正经警察 抓个贼都会伤敌一千 自损两千 奸杀嘴双煞 威名远扬 这天两人上街巡逻 碰到了假扮圣诞老人抢劫的大麻城 那大麻城显然也认识二人 奸杀嘴双煞他早有耳闻 此时已经被赶到灯架上进退两难 咖喱也不废话 直接一招鲁智神倒拔锤杨柳 将大麻城甩在路边 辣椒同样抱着一根竹竿顺势而下 两人继续追击 大麻城被逼到天台 身后就是水池 在二人恐吓之下 大麻城毫不犹豫选择跳水 但这天寒地冻 气温也不过一度 大麻城刚下水 腿就抽筋了 作为人民好公仆 咖喱辣椒商量着救人 结果说好的一二三 咖喱跳了 辣椒却没动 第二天回到警局 两人无功反而有过 抓个小贼 整个牌楼都被搞他 光投诉 警局就收到了几十条 上次很头疼 干脆给了一个任务 早上他的钱包被爬了 于是让咖喱辣椒给找回来 所谓人有人道 贼有贼道 咖喱辣椒找到了尖沙嘴地痞石仔 扮演石仔的演员正是曾志伟 那时的曾志伟走的还是邪性路线 完全看不出后面在无间道中 霸气吃饭的名场面 而由于卖了假表 石仔正在被老外暴打 咖喱辣椒冲了上去 结果老外继续暴揍 老外一看打得这么狠 也不敢追究了 兄弟俩一打听石仔 原来钱包也是被他偷了去 里面的钱已经被买了电视机 为了避免蹲苦谣 石仔爆出了一桩军火交易的事 并承诺一有风声就通知他们 咖喱辣椒出了力 石仔却没有抓到 哥俩不做赔本买卖 于是把电视机给搬了回去 要知道那个年代的电视机 可是个稀罕物 等哥俩兴冲冲地搬上楼 却发现家里已经被撬了门 眼睁睁地看着贼把音响给偷了 两人报警来的也是自己的同事 看了看时间到点了 一会儿人看起了足球比赛 被电视中的女主持海咪咪吸引 就在几人大饱眼福时 结果第二天海咪咪就来了警局 说是准备拍一个警察专辑 碰巧就挑中了咖喱辣椒 上次知道两人劣迹斑斑 说啥也不松口 结果海咪咪是督查的侄女 上次无奈 咖喱和辣椒见到如此美女哪能放过 为了给海咪咪一个好的第一印象 兄弟俩开始勾心肚脚 作为咖喱辣椒中的唯一女主 饰演海咪咪的安伯尼也是一大亮点 她是中马混血 家境优越 16岁就被英国伦敦大学录取 还是香港花式溜冰冠军 有着溜冰皇后的美誉 可以说是真正的女神了 据说因为当年有电影公司 需要有懂溜冰的女孩拍电影 白安妮被黄百名选中 考虑到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白安妮放弃牛津大学录取通知书 总而进入演艺圈 而在星爷学友合作的这部咖喱辣椒史 星爷也对这位女神心生好感 后来几次表白 可都是郎友情切无意无疾而中了 后来在拍摄《风尘三峡史》 白安妮和梁朝伟传出了绯闻 这位港营女神选择了激流勇退 在演艺事业最巅峰时 回到学业进修香港大学的生物系 在当时那个年代算是一种幸运 也算是一种遗憾吧 咖喱辣椒要在女神面前 塑造伪案的形象 可就算是兄弟俩一再遮掩 嫖娼加暴力之法等弊端 还是在无形中显露了出来 当然咖喱和辣椒也同时喜欢上了海咪咪 海咪咪无意间的一个吻 就让辣椒神魂颠倒 也就是在这一天晚上 实在找到咖喱辣椒 那个叫丧狗的人今晚就要交易 咖喱辣椒怎么会错过这个机会呢 两人提前埋伏在码头 即便是看到对方有着重武器 咖喱和辣椒谁也不想在女神面前丢人 但由于对方火力太猛 哥俩还是一无所获 被督察当场抓获 堂堂警队督察怎么会出现在交易现场呢 当然这里也不是无间道 督察没有另一层身份 丧狗的真实身份是警察线人 今晚他们埋伏在码头 就是为了抓那个老外军火商 结果让咖喱辣椒给搅黄了 督察快气死了 直接给哥俩停止一星期 也算给咖喱辣椒腾出时间泡妞 本来说的是公平竞争 结果海咪咪送了两份礼物 辣椒的是玩具熊 咖喱的是一个手表 这也足够表明海咪咪的态度了 但辣椒还是在想之前的那个稳 所以在看到海咪咪和咖喱的亲密举动 辣椒十分难受 为哥俩以后的矛盾埋下伏笔 咖喱和辣椒去超市购物 哪知又遇到了现人丧狗 兄弟俩这次学聪明了 督察说不让他们参与就不参与 说什么都要躲着丧狗 这时一个戴墨镜的大哥出现 直接干掉了丧狗 大天广中之下持枪伤人 咖喱辣椒忍不住了 哪管得了督察开始追击凶手 而这位戴着墨镜一脸硬汉像的汉匪 其实就是本片的导演柯寿良 柯寿良早先是一名电影特技演员 咖喱辣椒是柯寿良第一次指导港片 说起柯寿良因为他看起来很凶 而且脾气十足 基本都是演黑道大哥一类的反派角色 不过这位荧幕上的大恶人 其实也拥有着一颗政治的心 97年回归之际 一个外国人说要飞越黄河 作为一个炎黄子婚 柯寿良不允许第一次飞越母亲和的是外国人 所以就算当时条件不成熟 他也决定冒险一事 于是在1997年6月1日 万众瞩目下 柯寿良驾驶汽车 飞越55米的黄河湖口瀑布 获得了亚洲第一飞人的称号 证明了华人有足够的能力 力量做世界上任何事 我们继续回到电影 咖喱辣椒开始追击 大街上杀手朝他们开枪 咖喱直接推开辣椒 子弹正中心口 最终杀手逃之夭夭 咖喱住进医院 辣椒陷入内疚 好在是虚惊一场 咖喱事先穿了防弹背心 不过由于两人在闹市开枪 这个黑锅上次背不动 兄弟俩再次放了假 海咪咪打电话给咖喱 想跟他单独约会 可两人亲密的样子 却被辣椒撞了个正着 辣椒直接冲了上去 说起了好兄弟前女友的事 看着约会被搅黄 这一下咖喱彻底生气了 两人都想让对方认清事实 二人从开始的吵架 发展到要清算以前的一切 关系开始变得剑拔弩张 自打这一刻起 这对同生共死同吃同住的兄弟 便开始分崩离析 辣椒在大街上边走边吃 那落寞的样子成了星爷生涯名场面 而另一边 咖喱和海咪咪却是情投意合 发展神速 显然已经遨游在爱情的海洋中 既然隔阂已生 咖喱和辣椒同时向上司提出更换大趟 结果都被顶了回来 再次遇到劫匪大麻城 咖喱辣椒从第一次的合作无界 到现在的争攻夺利 而辣椒也想明白了 既然无事可做 那就去抓之前逃走的杀手 于是辣椒找到十仔 让他帮自己探探风声 结果十仔金盆洗手 已经决定跟老婆结婚了 而咖喱这边呢 开始走进海咪咪的社交圈 海咪咪的生日宴上 往来的都是社会名流 咖喱这个小警察就显得格格不入 就连亲手制作的贝壳项链 也在奢华首饰的衬托下拿不出手 海咪咪看出了咖喱的窘境 努力的安慰着他 但这都不能让咖喱回心转意 他固然爱着海咪咪 海咪咪也并未表现出不爱他 但正如唐代大事人李白的世子 安能催眉折腰视权贵 使我不得开心眼 咖喱的尊严被无情践踏 所以这次他选择了离开 回归与辣椒的兄弟情 结束这段不相衬的感情 咖喱辣椒两兄弟和好如初 两人在天台畅谈人生 而另一边 十仔还在做着拉皮条生意 结果就在这天晚上 杀手竟然被他迎面撞见 在对比照片确认五五后 十仔立即呼叫辣椒 咖喱辣椒显然还要一段时间 然而杀手不会傻傻的站在原地 十仔冲上去声称杀手嫖娼不给钱 显然准备拖延时间 可一不小心 那张照片调了出来 杀手一看了然 直接上手几枪解决了十仔 咖喱辣椒姗姗来迟 看着弃绝身亡的十仔 和准备寄给他们的结婚情景 心中的内疚和伤感无法言表 而另一边 杀手也是弃在心头 他知道咖喱辣椒在追查自己 竟然不顾老板的劝阻 准备杀一个回马枪 而此时呢 咖喱辣椒已经被停止 就连防身用的配枪也被拿走 面对持枪捍尾的袭击 兄弟俩只能一路逃到天台 好在二人主角光环依旧闪耀 通过抓住绳子跳楼 冲进对面楼层 逃过追杀后 兄弟俩赶回警局 从枪柜中拿出大量的武器装备 碰巧这时 警方已经得到消息 军火集团即将在码头出现 已经全副武装准备守株待兔 咖喱辣椒驾驶小船在海上寻找 我也不出所料 码头交易是假 船上的军火商正要带杀手逃往空海 可杀手没有杀了咖喱辣椒 心有不甘 竟要回到码头干完事再走 老大当然不同意 一次次催促中爆发冲突 杀手竟然反手干掉了老大 此时的咖喱辣椒已经上了船 兄弟俩也十分聪明 先去控制室把船停了下来 不过即便如此 船上还有百来号匪徒 双方见面那必然是激烈交火 咖喱和辣椒不得不大开杀计 但饶事两人憧憬多年 这样的杀戮那也是头一遭 所以在杀出宠卫之后 二人内心难免多了一丝愧疚 但不等咖喱辣椒继续赶伤 杀手已经来到身前 强大的火力一路压制 把咖喱辣椒追得是上窜下跳 这一路下来危机重重 咖喱辣椒身穿防弹衣 显然要占据优势 但谁知杀手一直坚定 就算是中了三枪 被斧头劈中 也是一步步直奔咖喱而去 眼看好兄弟就要命丧当场 辣椒立马卸下脖子上的子弹 电光火石之间射出一枪 子弹正中把心 从后脑打入贯穿头颅 杀手再无生命迹象 咖喱辣椒兄弟二人显向还生 咖喱辣椒是由柯寿梁指导 周星驰 张学友 百安妮等人出演的 一部动作喜剧类电影 这部咖喱辣椒是星野早年作品 如今看来 可能无法与少林足球功夫等 无厘头作品相比 但影片中各种镜头细节 都充斥着无厘头喜剧风格 据说 辣椒这一角色 最早是想请梁朝伟来演的 后来因为档期原因被婉拒 随后梁朝伟向导演推荐了周星驰 当时的星野其实并没有什么名气 因为连连亏本还被称作票房毒药 后来咖喱辣椒上映后 香港票房突破1577万 在星野生涯低谷期 起到了站稳脚跟的极大作用 还有一种说法是 周星驰可以拿到辣椒这个角色 是因为咖喱辣椒的出品人张国忠 这位慧眼石珠的金牌经理人 当时提出 有一个跟梁朝伟相似 而且将来一定会红的演员 这个人就是周星驰 正在拍摄《咖喱辣椒》期间 周星驰在演艺公司偶遇了王晶 两人相谈甚欢 友谊合作 之后1990年 王晶效仿赌神拍摄了赌胜 而周星驰凭借着精湛演技已飞冲天 从星载彻底变成星野 开启了自己的逆袭之路 那么你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呢 欢迎打在评论区和大家一起讨论 好了 今天的电影介绍就到这里了 想了解更多 记得关注加一哦 蒙德四九天天见 明天我们不见不散